如果说要培养孩子从小开始来听音乐 到底要从几岁开始比较好呢 在高雄就有一场音乐会举办的方式 可以说是全台创举 尤其是他们的目标族群 竟然是要办给0到3岁的小朋友听 高雄市立交响乐团演奏莫杂特知名的小猩猩辩奏曲 台上乐团卖力表演台下观众则是用心聆听 但仔细看不只有大人、小朋友 甚至还在墙包里的婴幼儿 都成为了音乐会的观众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音乐会的机会 可以让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古典音乐 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音乐短短的三分钟左右都非常有特色 也有专业的导音 第二个我们也不会介意小朋友在音乐会当中 发出声音或者是动来动去的 这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 很轻松的来体验我们这场演出 原来这是2013高雄春天艺术节所安排的节目之一 不仅全台首创专属0到3岁的音乐会 还推出两人同行亲子同坐 让孩子躺卧在家长怀里的全新体验 曲目上也挑选适合亲子间的乐曲 让人大开眼界 然后这次我们的曲目都非常特别 放松心情带着小孩快聆听古典音乐 不用再担心哭闹也能拉近亲子间的感情 还有妈妈带着墙包里的孩子 就连孕妇也出现会场 希望提前让肚子里的宝宝感受一下古典音乐之美 刚好他的就是看他的曲目都蛮适合小朋友 所以想说让他听听看是不是能够动得比较厉害 这项名为小小阿玛迪斯的音乐会 5月19号将在文化中心志德堂登场 台上演奏的古典音乐 与台下可能会出现的鼓体声 会擦出怎么样的火瓜 届时就能分枭 党中新闻王思武 彭观音 采访报道